国庆节期间,苗富的青曲社在西安开设了分社 与郭德纲的古曲社相比,青曲社这边门庭弱势 古曲社除了自己人之外,就显得有些冷清了 首先来看青曲社,苗富现在是青曲社的班主 与郭德纲不一样的是,苗富是半路出家 曾经中专毕业的他去了车间工作 但是凭借着他对曲艺的热爱,有机会到铁路艺术团学习 经过几年的学习,让他成为了一名相声演员 所以说,他的相声自成一派 因为没有经历过剧场的锻炼,也导致说学逗唱这四门基本功 他都不徘徊,经过几年的舞台锻炼,后来就成立了青曲社 自从他走上这条路,就一直与主流方面有来访 像是前不久的西安相声节,苗富与江坤邀请了十几家相声社团 但是唯独没有德纹社方面的人参加 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次青曲社再创分社,江坤肯定少不了祝贺 除此之外,还有高小潘,李京,李金斗纷纷送上祝福 我们再来看看郭德纲这边,没人祝福,但是影响力大 而且还有一直支持郭德纲的杨绍华老先生亲自到场支持 就像是当初五一天津民主剧场开业时 郭德纲为何亲自到马志明老先生家中邀请 因为都说,就算整个天津的艺术家不来也都没有关系 马志明老先生比所有艺术家加起来分量都大 马志明老先生到场至此时,称自己不喜欢参加大型活动 一是性格问题,二是身体不太好 但是郭德纲去家里邀请咋来的 他也知道这次开业对郭德纲意义重大 但有时候群众的呼声也是很重要 就在苗富青举社的开业视频下方的评论,有不少的网友都在唱反调 纷纷表示力挺德纹社,甚至直接喊话郭德纲说我爱你 那为何同样的时间开业,网友与主流的反应截然相反呢 先来看郭德纲这段话 观众叫医师父母呢 咱们之间这个关系其实说句实在话 到最后得有亲情在里面 你看我说像上台从来不戴手表 我们到时候有这规矩 我给徒弟们上课也是 穿大褂不许戴手表 怎么因为是 好家伙,你戴一大金表 你跟这连晃带笔画 多好看啊 观众看看表,看看手里的票 都是我的钱买的 就像郭德纲说的 在座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相声演员其实最依靠的 还是粉丝和观众的支持 抛去商人的利益 郭德纲最初的初心 是发扬这个快要落寞的传统曲艺 德约社的粉丝大多以年轻人为主 主打的观念就是表演的内容 可以是传统的 但是向观众呈现的人 可以是年轻的 郭德纲不是所有剧社都在赚钱 麒麟剧社是郭德纲2016年创办的 要说德约社现在多赚钱 刚开始那几年的麒麟剧社 就砸了多少钱 成立初期 麒麟剧社台下观众最少是只有9人 台上的演员 要比台下观众的观众还多 2016年11月底 是指因为经济问题 不得不停掉三庆元的京剧演出 毕竟受众群体少 郭德纲还有一个太平剧社 这个剧社是什么时候创办的呢 在19年2月25日 郭德纲在麒麟剧社的演出上宣布 德纲社正式成立了平剧社 演出的地方还是在三庆元 或许大多数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剧社的存在 相比起其他剧社 这个太平剧社存在感太低 目前为止依旧是不盈利的状态 而近几年 德纲社的粉丝文化也越来越显著 这就让不少的老艺术家不能理解 相声演员为何能像明星一样 前呼后拥呢 李金斗就在节目上说过这么几句话 他说如今的相声行业 不可否认粉丝对其发展的巨大影响 这恰恰是相声行业存在的问题之一 李金斗认为目前的相声界不再纯洁 粉丝形象 粉丝主义等都在干扰正宗相声的发展 这其实就是两代人思想的碰撞 再说苗傅这边 他的分社开业举行了很多仪式 就是想要搏一个好彩头 为醒尸点睛 寓意生意兴隆才员广进 我们来看看当初天津分社开业 博德纲的作为 这段表演是一种传统的仪式 叫做跳家关 是古时候的一种舞蹈 是在重要的正戏开始前才会表演 特点就是白脸黑须的笑脸面具 身着红蟒 一直跟随着锣鼓舞蹈 中间没有台词 然后会展开画轴 上面写的就是吉祥画 这就是具有传统艺术的跳家关 现在已经不多见 特哥也是查阅了资料才发现的 郭德纲虽然小学毕业 但是他所表达出的气场 绝不止于此 在上一季的德云斗校舍收官之战中 郭德纲的玫瑰园首次曝光 把鸾云瓶上酒溪 叫到书房训化 除了桌子 放眼过去全是书 还说这些都是自己看过 表示人要看书 看书能知天下事 不管怎样 郭德纲就算没有文凭 但是真的很喜欢看书 不仅如此 郭德纲也出过不少书 里面都是金句贫出 比如 郭德纲好中 有一句德哥很喜欢 品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观荣辱纷争 死走逃亡 自酌自清 自安然 还曾受邀到哥伦比亚 麻省理工大学演讲 演讲刚开始 郭德纲也是十分谦虚的说 我们只是简单的聊聊天而已 简单的一句开场白 就显现出来了高景上 台下做的有的是学生 有的是只是博士 整整四十分钟的演出 郭德纲丝毫不写场 坎坎而谈 其中一句话 可以没有文凭 但是不能没有文化 可以不上学 但不能够读书 一直被广为流传 当然 除了粉丝的支持以外 官方以及主流的认可 也是不可或缺的 不然前进的道路会有很多艰难 看看郭德纲的成名就知道了 但只能说 他们的矛盾不是私人恩怨 像是两大派别 是他们对相声理念认知上的差别 一个是体制内要哑 要上得了台面 因为他们一直在大舞台上表演 要传播正能量 一个是私营企业 从生计出发 郭德纲一直秉承着一个观点 那就是先吃饱饭 才能发展艺术 现在看来 私营商业化占据了市场 取协的高雅相声 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这几年 郭德纲不仅仅是心态上的变化 也在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立场 郭德纲也在渐进的银河市场 获取主流的认可 你们觉得粉丝和主流 哪方更重要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期待下次相见 听德哥聊不一样的德云八卦